本章讲的是法态务的对与错 讲的是法律是保护懂法律的人 那通常来讲的话 我们今天讲点交跟不点交的举例 来说明这些过程 接着我们来首先讲一个小故事 假设比如你买了一个房子 那买了房子的时候 基本上你们已经签约了 可是还没过付之前 你房子突然地震倒了 那现在重点是 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 那因为房子的部分的话 它是以登记为要件 所以在还没有登记之前的话 就算7月不成立 这种想法感觉上好像有一点奇怪 但是如果你懂法律 你知道它的依据点在哪里 那这样的问题就不会困扰你 就好像说你今天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的时候 你到底货是在哪边交 那就会有所谓的保险责任的归属 如果说假设比如来聊 我今天是说 我这个货品是到你的船边交货给你 那船还没有到达目的点之前 突然乘船了 那这个归属就归属于钱 就是卖货的人 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说假设不易来讲 你的这一个租约的部分的时候 像我们讲已在底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如果是空口白话 没有建物没有农作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点交 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 如果你的租约本身有事实上有文件有租约 而且有支付事实 查封前跟查封后 它的立场上也不一样 查封前的部分的时候 基本上是受到保护的 查封后也有专注无效租约 那如果我们讲不定期的租约 基本上我们就必须要用调整租金来突破 然后再来的话 基本上就要应用超过5年的这一个概念 这年轻的概念 跟没有公正这个概念 来试图破解 然后再来租约的重点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它是在5年跟公正的这一个概念 那如果你要你今天是属于无权占有跟借贷占有的话 那你就可以打千让官司 那如果是真伪鉴的部分 你就可以打不当得利官司 那如果是假租约的部分的话 那你就要收集很多类似的证据 除了去发现债务人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打一个伪造文书官司 在这种形形色色的 非点交的法胎乌处理过程当中 最怕的就是点 最怕的是点权 因为他本身是物权 然后他有最高30年的限制 这个东西最可怕 再来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如果他是租地建屋 他也比较麻烦 因为他有所谓的优先承买权的问题 然后再来 如果说单纯的 我们讲搬家费的部分 假设对方是不点交的 而且我们今天讲的就是 不定期租约的话 他的搬家费用 也远比点交的搬家费用高得多 就行情部分的来讲 有人说是大概是5%左右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予以避免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是张明宜 我是玩销利的共同作者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